今晨六點半 苗栗縣通校鎮火岩山的山路下 復興武術國民中小學的師生們 用塵操迎接曙光 而得尋未來的台灣之光們 也用汗水交換自己的金牌之路 剛剛早上校長頒獎 校長其實有一些話想要跟各位同學講 我們從開學到現在 有很多同學從全國各地而來 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 我們有武術 有跆拳 有柔道 有角力 還有龍師 不管你是什麼專長 學校的老師 所有的人都希望 你能拿到好的成績 甚至 能夠拿到金牌 有的人可能只是拿到銅牌 有的人拿到銀牌 甚至校長我只有第四名 都沒有關係 我認為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你心中只要有目標 就算沒有拿到金牌 你只要達到你的目標 那就是你心目中的金牌 因為現在女生的選手 大部分都是前腳很好 以前有點就是她右腳前腳速度很快 然後她步伐 因為算是同年紀裡面算是比較敏捷的 然後搭配上她的速度 然後加上她的體力其實很好 對 那她也代表我們想要參加那個 苗栗線的運動會 那就是八百公尺第一名這樣 天憤加上努力 雨晴在2018年 七年級時 就拿到2018亞洲區主席杯 跆拳道錦標賽第一名 還取得2019亞洲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外卡資格 其實在六年級要升國中時 她曾經想放棄跆拳道 因為成績不好 讓她對自己失去信心 一開始國小的時候就還小 都沒有什麼成績 沒有比較好的成績 然後原本想說 打算六年級讀完之後 就不要繼續練了 然後可是後來老師和教練都 就叫我堅持就是繼續練 然後所以我就繼續練 平常的時候我就會告訴學生說 其實比賽的結果 不是我們可以掌握的 因為我們只能夠問我自己啊 可是我比賽還會有很多因素 可能裁判 可能場地 可能環境的不適應 然後造成你這次的失敗 或者是輸 但是那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在這訓練過程中 你有沒有盡力 對 那如果你覺得你都盡力了 那比賽輸了 我覺得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不是只有這次比賽而已 師長們都說 擁有自信的孩子 就擁有一身的金牌 福星武術國民中小學 培育擁有自信的台灣之光 無選擁有自信的邊 在這次比賽中小學 尤其不明 人都說 是